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又带着我的工具上厂了 今天我们要产销的内容呢 是背后的草莓 看到没有 包装的像小礼物一样的 很漂亮的草莓 你一定想问我 为什么要把它包装好呢 不是闲的没事做了 是真的是有这个必要 装这个袋子的主要目的呢 是为了防止鸟 或者是一其他的虫啊 来吃我们的草莓 看这多大 这一个基本上 我手掌这么大了 看到没有 如果这被虫或鸟 啄了之后 它就基本废掉了 就是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 你可能想问我 那我踩烧的时候 我要不要把这个袋子打开来 再踩烧 或者是我踩烧了之后 我再把袋子打开 当然是都一样的 就是看你的心情 都可以 好吧 那我先就试着来踩几个吧 好吧 哇 你看没有这个好红好大 好漂亮 剪掉 防护袋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我们来打开 见证奇迹的时候 到了 枪 哇 你看 果然没有虫柱 没有鸟拙 这么大的草莓 我跟你说 市面上很难看到 很难买到这么大的 你看我的手上 这是一个成年女性的手 这不是一个小朋友的手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呢 就是一般的 那个紫袋子 然后好像是油 里面是有一点油紫袋的感觉 这样扯呢 它是可以扯掉的 是可以扯开的普通袋子 这里呢 是有一个钢丝 然后 他们之前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钢丝卡在这个茎上面 卡在这个茎上面呢 虫就不容易爬进去了 这个鸟也不容易发现它了 这个如果你自己有种草莓的话 是非常推荐你的 它装进这个袋子里面 然后呢 跟着它的筋 这样包一圈 包一圈之后 把这个铁丝 盘在这个 这个上面 它就包好了 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个紫袋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很划算 有没有 这个也可以了吧 我把它剪 对 这里有一点白的 我就让它再等一等吧 当场就把它包起来 你看像这样的 就是让它的生长 得到一个小 这就相当于一个 它自己的私人的温室的感觉 棒不棒 是好棒的 这个应该可以明天再采摘 因为这上面还有一点白 啊 这个好红啊 就一定要吃了 这个可以吃了 这有没有打开一颗水果糖的感觉 看到没有 这个袋子我只能说 无形中蒸 蒸下来这个草莓的 哇 这个草莓真的好大颗 好大颗 红嫩诱人 哇光在太阳下还发出了这样的光泽 这个光泽就是感觉这个水果是晶莹剔透的感觉 像这样呢长得比较丑丑的蜂蜜呢 大家不要嫌弃它是因为蜜蜂没有受到粉 可能受粉也不是很均匀 所以它就在长出一点歪歪斜斜斜的 这个吧 这个可以 你知道吗 它虽然隔着这个纸 我都可以闻到这个水果的青 草莓特有的那个清香的味道 非常棒 夏天我只能说我爱你 夏天来了 你看我们院子里 请摄影师给我们的花花一个特写 这是我们的月极花 你看夏天来了 我们已经不停的采摘了 都采不营 家里已经放满了月极花了 已经没地方放了 只能让它在野外拼命的开着盛放 还有那边是我们的风车茉莉 然后整个院子里都飘着 是它这个茉莉的花香味 非常舒服 我来打开开一看 哇 看 看 看 来吧 嗯 哇 这个也是好大颗 好大颗的 枪枪枪枪枪枪 嘿 枪枪枪枪枪枪 嘿 棒棒 哈哈 草莓味好龙的草莓 你知道有些草莓 现在有些草莓 不知道是不是打了极树什么的 吃 吃起来一点香味都没有 这个光靠闻的 在袋子外面都可以闻到这个草莓的香味 做好了我要反复利用的 就把这个套在这个上面好了 都可以吧 但是这个好像有点渐变色的感觉 我觉得我采收时间如果再隔一两天会更好 是不是 这上面是橙红色下面是大红色 这真的是有种拆礼物的感觉 哇 棒棒 经过一番采摘之后呢 我们的劳动果实就在我们的手上了 冬天的时候好像太冷最冷的时候 我们停止了一段时间的采摘 这以后的第一次采摘的成果 现在就在我手上了 谢谢大家对这期的收看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